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紧急调兵遣将 被他第一个点名的 名叫邓华 担任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兼副政委 当时邓华刚打完海南岛战役不久 得知这个任命后 心里有点没底 感觉自己不能上任这个工作 就找彭老总说明情况 但是彭老总不管他这一套物 直接说 我点你的将 自然有我的道理 你就不要推辞了 立刻上任 邓华这台走马上任 担任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兼副政委 成为彭老总的第一助手 后来 陈庚和宋时轮也带兵入朝 都是志愿军副司令 邓华又去找彭老总 说自己主动让钱 当个第三副司令就行了 但彭老总再次拒绝了 还专门给主席发电 要求邓华留任 主席也很认可邓华的能力 回电 命令邓华职务不便 展开全文 彭老总曾这样评价邓华 知识丰富 很有头脑 考虑问题有眼光 也比较周到 作战勇敢 细心 能出好主意 是个好帮手 事实上 邓华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表现 也的确对得起彭老总的信任 1952年 彭老总回国后 邓华接替他的位置 出任志愿军司令兼政委 也正是在这期间 爆发了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 这场战役的惨烈程度 已无需赘述 仅此一役 便让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 记住了邓华这个名字 1953年7月 抗美援朝进入了最后的收尾阶段 邓华又亲自组织了金城战役 以吹呼拉朽之势 提卷阵地 将战线向南推进了178平方公里 成为压死联合国军的最后一根稻草 让美军不得不同意在停战协议上签字 纵观邓华的军事生涯 非常擅长打硬仗 当年 红军第五次反围教作战失败后 被迫进行长征 战略转移 负责掩护中央纵队撤退的 正是邓华所在的部队 面对国民党三个师的优势兵力 邓华率部且战且退 充分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和敌军斡旋 为大部队的转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到了抗战时期 在著名的平行官大劫中 与版原师团正面硬杠的 是八路军1115师343旅685团 而该团的正讯处主任政委就是邓华 还比如百团大战 邓华曾以一个年的兵力牵入日军3000多人 取得了兼敌数百人的战果 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 大家都对总指挥刘亚楼耳熟能详 但其实 集中兵力打天津的建议 就是邓华提出来的 而且在战役中 邓华还担任东集团总指挥 协助刘亚楼 只用了29个小时 就攻克了天津 创造了一个奇迹 当然 最值得一提的 还是解放海南岛的战役 邓华时任第15兵团司令 大家都知道 我军速以陆战舰场 渡海作战在我军历史上 上述首次 再加上由于我军的海军起步很晚 只能靠木船和敌军的舰队作战 其困难可想而知 而且 敌军的总指挥是大名鼎鼎的薛月 在海南岛构筑了一条柏陵防线 号称 海陆空立体防御体系 固若金汤 但是 我军最擅长的 就是以若盛强 在邓华的指挥下 解放军仅仅用了三天时间 就摧毁了薛月引以为豪的柏陵防线 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 便全部解放了海南岛 再次创造了奇迹 正是因为这些光辉的战绩 让彭老总组建志愿军司令部时 第一个就想到了邓华 而邓华也不负厚望 让中国志愿军扬眉世界 功不可没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